大家好,我是Kyokurits 好了,來到今天我們要學些什麼呢? 我們昨天學過這些數字的時候 學了數字,大家會聯想到什麼 沒錯,就是當我們去日本買東西的時候是最有用的 因為我們要問店員多少錢 或者我們先看看今天的小劇場 大家就會知道我們今天要學些什麼文法 好,大家看了這個小劇場 就會知道我們去買東西的時候 店員就會跟我們說 就是歡迎光臨的意思 然後貓貓買東西的時候 他剛才買了兩樣東西 就是這個hamburger 和這個lemon tea 就是漢堡包 和檸檬茶 那おくださら 就是請給我的意思 然後 いくらですか 他就會問我 是多少錢 いくら 是代表多少錢的意思 好,然後就用到昨天學過的數字 就是五千六百円 所以就會是五千六百円 那日本錢 比例我們要叫香港金錢 香港金錢 香港金錢 就是そのarde 甚麼 中計一次 剛才在小劇場有三回想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是 吐 吐 就是和的意思 所以剛才說 ハесс博 吐 と 檸檬茶 就是和 我想要漢堡包 和檸檬茶 然後 いくら 是多少錢的意思 大家去買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經常問他 いくらですか? いくらですか? 所以大家聽到 香港人經常說 いくらですか? いくらですか? 都有點像的 然後最後一個要說的 就是円 円就是日本錢 或者香港ドラ 就是香港ドル 好 那今天的會話 就來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這樣的形式的會話 還是喜歡我 很荒蕪地說出來 比較好一點 不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在下次拍片的時候 就可以有改善的空間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待會兒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裏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またね バイバイ